安波篮球快训 2021年3月5日 广东华南虎磨砺屠龙刀 周五晚上 CBA继续火热进行 其中广东华南虎将面对江苏龙 两队近况简直天渊之别 一个正享受住连胜的喜悦 一个则惨遭连败的打击当中不能自拔 领投扬广东华南虎金账无不胜的理由 深受目前中国南蓝一哥 意见连赛季报销的影响 作为未免冠军的广东华南虎金质 曾一度不被看好 但正所谓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杜丰二进攻之后 更加强调对内清训 对手下弟子十分严厉的同时 也肯给予不少机会 其实意见连的受伤 对于广东华南虎的长远发展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对内年轻球员间接 获得了更多的出场时间来锻炼 其中曾凡日 张浩家 杜润旺 以及张浩这些封线球员开始承担更多责任 徐杰和胡明轩这些后场攻击手 更是早早在队中占据一席之位 年轻人积极地拼抢 以及对球的分享 在杜丰的战术体系下发挥得相当出色 与其他球队不同的是 就算并非天之骄子的年轻球员 杜丰也不是在垃圾时间才派遣出场 让年轻球员感受到高强度的对抗 技术和经验的提升更加迅速 然而广东华南虎作为一支团体性十足的队伍 国内球员在进攻中保持积极的跑动 以及稳定的命中率 让阵中外援受益匪浅 对手经常不能使用包加外援的战术 然而威姆斯和M布鲁克斯单打能力时 再过于出色 因此广东华南虎经常能够打出赏心悦目的进攻 常规赛第三阶段一回来 广东华南虎并莫有松懈 依然保持进攻的侵略性 相信他们精湛击杀江苏龙问题不大 阵容方面 除了意见连之外 阵中还有后卫刘全彪因并赛季报销 随助吴冠西的付出 江苏龙可以用起整的阵容来应付接下来的常规赛 不过江苏龙经济的整体表现 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常规赛至今7胜32负 球队似乎要选择直接放弃本赛季 直奔高顺位选秀权 江苏龙经济进攻手段单一 基本上全依靠外援 蒂维尔斯来发动进攻 然而对中国内球员实力也并不出众 蒂维尔斯虽然拥有无限开火拳 但实际上越到比赛尾段越疲倦 这也让江苏龙成为了CBA进攻最弱的队伍之一 军场只攻入96.4分 与广东华南虎相比 简直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 另外 江苏龙如今士气十分低迷 球队正沉沦于一波13连败 此番面对领头羊 江苏龙简直是送羊入虎口 我是李亚西 安波篮球快讯 请关注我们专业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